我说实在的 当初你上任的时候呢 大家认为你是IT的一个天才 院长你对这件事情 在他昨天在交通部队直询 似乎认为在打仗的团体当中 唐梦是一个最需要被复制的第一号战犯 你怎么样看待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战犯 打仗都有很多 所以你认为我们唐部长 做得还不错了 数位部做得不错了 所以 我每一个部长 每一个部会的所长都做得不错 那你的条件真的比我们 我们这些民进的委员来的 宽容非常的多 感谢他们 台湖市台湾 民国地域 然后呢 股票可以涨到2万点 还有经济和尚 部长 你留下什么 股票涨到2万点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股民到底有多少 大家平均的财富有多少 股票2万点 你要看数字背后到底是什么 你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个贫富的差距 所以院长 这个数字里面的背后 我喜欢股票涨到2万点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就表示你的正绩 这背后代表 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股票很多 就你会发现 这个股票涨在很多的状况之下 不是每个股民都可以去受费 反而是让皮肤的相对剥夺感更加增加 我今天不跟你谈论股票 不是讨论打炸的问题 不要给我扯太多 还是很多人关心的 这个诈骗的问题 院长 你有没有看过 你曾经要送出很多人的书 你知道你的脸也是被放上我们这个诈骗集团当中 对啊 确实 对 不过你的运气蛮好的 你都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刑事警察局已经帮你把它移除了 帮你打炸了 我想刑事警察局对于任何这个社会关注的人士都在碰到这个情况就会在第一时点上来让它下架 但是我们确实在打炸的工作上 确实还有需要再继续加强 因为最近在全世界这个诈骗的这个技术不换成初心 我们打炸其实有蛮不错的成果 院长没关系你打造很多成果 但是我们还是要发现问题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解决 你不要说我昨天就接到一个诈骗在我的立法院 他说我的电票没有缴 他说要来拆我的电表 在立法院接到这个电话你相信吗 而且我问了所有立法院的助理 每个人都接过类似的一个诈骗电话 我们来审视一下 你看我相信政府有决心要来打炸 但是到底成效怎么样 你看蔡总统打炸打击炸气的犯罪中心 然后呢苏院长也成立了打炸国家队 然后呢你成立了打炸办公室 真的每个人都想打炸 金额是越花越多 然后的打炸技术就越来越高超 这真的是三变三的 所以到底这个打炸的成效到底如何 你说有成效我们来解释一下 院长我还是提醒一下 你认为说很有成效 但是你要问 你会提出数据 但是人民的感受不是这个样子哦 你看你花了这么多钱 我现在帮你来整理一下 打炸的人力就是不足嘛 你看到嘛 165的专线的 这么是被打爆 你们提到我们两个层次来看 检查的机关的人力 目前为止还欠缺的670亿 这我帮你算得出来 而且打炸中心的165 说实在的 这个配备45个人 而且一年接到43万通的电话 平均每天大概是1184通 而且每人平均接的快100通的电话 这个人力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这个你花了这么多的钱 比过去更多的钱 但是呢你放在这个所谓的人力的部分里面 只占6%点多 大部分都放在设备跟仪器 但是我们需要听到亲自的人 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该怎么办 可是你却把整个的配比 去放在这个地方 这难道不是因为打炸不利 一个蛮大的一个因素吗 我想如果没有很好的设备 要打炸更困难 那我也没有很好的人 你也没办法第一时间来 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办啊 人力跟设备是要同时精进 而不是说我进了很多人力没有设备 那你的人力只有6点多耶 院长你人力的配比只有这么多耶 你现在看的是这一个 经费的占比嘛 当然啊 所以是经费的占比 那很多的这些软体 像最近我举一个例子 林北好游 那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软体 很好的设备 好啦院长 你不要再谈林北好游 我只是告诉你啦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没有问题 你不要那么明改 好院长你就举这个例子 但是我只是强调 这个重点就是你 人类的配 人力的配比 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 一个人每天要接到 上千封的电话 你已经爆掉 165的人员已经爆掉了 好不好 还有还有 院长 我同意你啦 我同意你 就是说 当我们有好的设备 那我们的人力 需要来禁用 然后呢 来加强 然后让用科技执法 能够来进行 这个我们双方来努力 如果人力不足 我们当然会来补充 好那什么时候来补足 现在部长内政部长 或我们的法副部长都在里 人力什么时候补足 要跟委员说明 我们检查人力需要检察官助理 那行政院去年已经给我们播了100人 今年还要播150人 所以我们会在人力的补充上 能够全力以赴 来做好打炸的工作 你的检察官助理 你的检查单位里面 其实对你们是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一个怨言 基层还是有一些的批评 我们现在有增加的检察官助理 成果非常好 那个部长 我还是提醒一下 真的为你们好了 不要每天说你们成果很好 当你成果了 我是说检察官助理来帮助很大 检察官助理的部分 他们同样没有代板代替检察官 他们只是在行政业务上面 毕竟他们还不是 所以他们只能在行政业务上面 那就可以分担很多检察官的工作 是但是问题为止 你检察官做的再好 但是我们人民还是觉得 我们目前打仗还是非常的不利 而且有非常多的意见 这只要跟院长好好的反应一下 你所带领的这些的团队 你或许告诉我你做得很好 但是呢我们有太多的社会案件当中 人都抓回来了 你们还把它当做大内宣 结果呢 一个人被放走 还被人家取笑说 你们根本就是拿了免费机票 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通计犯 我们当然一定要引渡回来 现在还在侦办当中 其实问题是你不能否认 很多时候你抓回来的人 被你们法院又法规一把他给放掉了 所以院长 你可不可以跟司法院好好的沟通一下 好我们来沟通 辛苦的这样抓人回来 但是我们尊重司法独立啦 但是我们会来跟法院 不用急 我们会来跟司法院沟通 然后好好的跟他来协调 但是呢 我们绝对希望 这一个诈骗犯 应该要得到应有的惩罚 没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 院长有非常多的案例 这些都是让人民觉得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司法独立 我当然知道你要尊重 但是你要把问题解决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协调沟通 对啊所以好好跟司法院其调 不要检警在那边抓人 然后司法法官再放人 然后呢虚艾斯今年是龙年 但你不要那么多恐龙法官好不好 院长这很重要啦 这个我们同意 我们也会努力来 好了那你说一打仗来说的话 我要跟司法院讲一下 司法院最近也很努力的 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人民都没什么感觉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我刚刚问你说 要留下给我们这个新的总统是什么 真的 这个诈骗的这个黑数也很多 你们所提出来这个诈骗的金额 八十八亿还有很多的黑数 我们我们在去年 因为这个换不好犯罪所得 就得到这查到了四十一亿 而且呢拦阻诈骗的 已经有拦阻了七十六亿 所以就一百一十六亿的 这个钱 因为有打炸的这个努力 所以才使得一百一十六亿 能够保住 所以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但是你让民众失去更多的钱 没有啊你刚才讲的是八十亿嘛 但是我 那个还有黑数 那只是我现在看到的 还是我只是看到查出来的资料 院长你不能否认还是有些黑数 我想 跟委员报告一下 现在黑数比以前降低很多 特别是我们165专线设了之后 因为案件进来 过去可能就像COVID-19 部长所谓的黑数就是查不到叫黑数 你怎么可以告诉我 如何告诉我黑数是降低很多 黑数就是看不到的数字啊 那看不到数字 你怎么把它降低 怎么改变很多 委员跟你报告 因为就像COVID-19一样 过去可能确诊他不报 可是因为现在有充分的管道165的话 他不只是可以这个报案 他现在还可以 这个这个 我们变成是一个大数据 所以现在165的专线 像你刚刚在讲 这个通数增加 但是通数增加对我们处理打杂的事情是有帮助 因为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最新的这种犯罪的手法 去跟民众来做宣道 我知道你们都有在努力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一个成效 连我昨天都还继续接到这个诈骗 另外要拆我 拆立法院的电表 真的是把我给吓到了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个案 是 因为他是无差别的攻击 所以现在用AI用科技的一个方式 我只是来告诉你说 这些的部分 人民都会感受得到 所以不要是举白旗 把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这个事情 又留给我们的 新总统 我现在都要帮我们的赖总统在讲话 好不好 那我们再来 我们没有几百集 我们现在再继续看这个成效嘛 你看吧 包括这个部分里面这个 我们的行政院也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办公室 但是呢 你会看看所有的部分 包括你刚刚看到了 我们有这个整个组织的部分里面 有内政部 有NCC 还有包括我们的经管 还有包括法部 我真的没有看到 有有数位部 有 有有数位部 有 他是放在NCC下面 放在NCC下面的组织 你去看他放在NCC下面 我还帮院长你来看一下 院长你不要这样很无奈的微笑 我告诉你 我都是用科学数据来告诉你 你看他是放在数位发展 不是放在这个任务 是配合NCC的组织条例下面 他做了哪些事情 帮电商上课 督促业者 做这个检测 还有包括这些 这个做些鼓励还是上课 这不是我们数位部的一个标准 哎 部长上来了 是 我可以回答吗 好 我们不只有协助NCC 我们有协助经管会 特别是在 就是阻诈跟堵诈 这两件事 资讯流跟金流上 我们都全力来配合 哎呀部长 你他们把这个条文里面 四个大的部会都放在前面 你是附属在NCC下面 难道不会觉得委屈吗 你难道不会觉得大家 因为你是数位部 没有办法在打仗里面 发挥一个所谓一定能力 把你放在NCC下面 让你备敢委屈吗 我都替你委屈了 委员 我们这个整个的 那个图啊 你不要用这个图看啦 这个图是 市诈 阻诈 堵诈 跟惩诈 有不同的 主折的单位 但是 我们数位部实际上是 跟这四个部分 都有重要的情形 都有帮助 市诈 堵诈 阻诈 跟这个 惩诈 都有帮助 数位部目前就是发生堵诈的部分 我说实在的 当初呢我家刚好唐部长自己上来了 我说实在的 当初你上任的时候呢 大家认为你是IT的天才 然后现在呢 大家对你四千万的这个 所谓出国的旅费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师傅把你认为是我们打仗当中的 是最大的一个战犯 你刚好上来了 我先问你院长你对这件事情 在他昨天在交通部被直询 似乎认为在打仗的团体当中 唐凤是一个最需要被负责的第一号战犯 你怎么样看待 我觉得 这一个打仗的过程当中 刚才我讲过 就是内政部通传会 警管会数位部 我只问你对唐凤昨天一路下来 他似乎已经从一个大家最大的亮眼的民心 现在变成 沦为打仗 不利的一个最大战犯 您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状况 打仗都有很多很多努力的团队 所以你认为我们唐部长很好 做得还不错啦 数位部做得不错啦 所以 我每一个部长 某一个部会的所长都做得不错 那你的条件真的比我们这些民进党委员来来宽容非常的多 我觉得 要看看哪一个项目 当然有一些某一个特定的工作上 需要再改进再精进有 但是整体他们的努力 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用心 我想我给他们都有很大的肯定 感谢他们 全国使台湾 福国利民 然后呢股票可以涨到2万点 还有经济很好 部长 你留下什么股票涨到2万点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股民到底有多少 大家平均的财富有多少 股票2万点你要看数字背后到底是什么 你会不会造成更大的贫富的差距 所以院长这个数字里面的背后 你不喜欢股票2万点 我喜欢股票2万点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就表示你的你的政绩 这背后代表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国家股票很多 就你会发现 这个股票涨的很多的状况之下 不是每个股民都可以去受惠 反而是让皮肤的相对剥夺感更加增加 我今天不跟你讨论股票 我会讨论打炸的问题 不要给我扯太多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 你认为在这 所以唐部长 你认为昨天在伊连川普 你认为你要被打炸的 数位不被打炸的 不非要负责全权的责任吗 似乎像目前都把责任放在你身上 呃跟委员报告 我们主责的部分 包含电商客观的来讲 之前这个分期付款 解除诈骗等等 但是最近5个月 已经都没有出现在165的高风险卖场了 客观的来说 我们主责的游戏点数也大幅下降这个案件 我们主责第三方支付 现在已经全面的来登录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主责的范围里面 我们来帮助 当然我想大家期望我做更多了 就是网路上面的广告平台业等等 那这个我们也愿意来主责 对 大家期望你更多 但是大家也给你这么久的时间了 虽然你目前只剩下74天的时间了 所以在目前剩下的时间 你是否该给我们的新任总统上任之前 可以让我们在场的所有每一个人 可以让我们新任总统上任之前 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打炸 看得出最大一个成效的部分 否则你们刚所调的每一个事项 对民众来说的话 其实感受度还是非常的低的 其实我想在投资广告上面 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是 同样一个人 他可以冒名成好几个名人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送到 现在已经一读交交委会的电子签章法 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也很希望大院能够支持我们这个范围 电子签章我没有问题 所以院长最后给你的一个时间当中 我还是认为 剩下74天的时间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我刚所调列出来了 包括在死刑犯部分的在事件的这个部分里面 这个时间点本期是有意见的 第二个有关于我刚所要求的 在这个电架台电里面的亏损 还有你所购入电力还有封场的部分 也请你能够呈现去给我 还有最重要的是 人民认为应该要来在打仗层面当中 应该做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不要一天到晚都告诉我做了有多好多好 你说很多地方已经下架了 但是人民的被诈骗 我刚才特别提出来了 诈骗的比数很高 黑数更高 所以大家都是在比赛技术的层面 如果人民没有感觉 我们的温度没有被感受到 你太多的数字 对我们来说 也是你们自己大内宣的数据 不是吗 所以我也一再的强调 我们现在的整个内阁呢 会继续战战兢兢的 做好福国立民的工作 然后在5月20日呢 能够跟下一任的内阁呢 能够无缝的交接 然后把现在八年所做的这样的 有一个好的成绩 能够再继续发扬光大 然后更能够使得台湾更加的坚韧 更加的温柔 院长我最后一句话 真的下台的身影要漂亮 或许你五九的时候 你可以潇洒转身 灰灰衣袖 不带云彩 但是呢我真的对于520要上台的 賴总统 他是不是可以微笑的上台 有这么多的事情要让他去处理 我自己个人来说 还是抱着相当的一个 怀疑的态度就对了 所以说这部分里面 剩下的七十四天 我只能告诉你所带队的团队 请你好好绷紧神经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是维团 updating 大声宣傳 好 好 好